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勞作很可愛喔 是用果凍蠟做成的 這個是我弟兄 他教我的勞作 那果凍蠟可以去材料行 或者是網路上也可以購買得到 那我們可以做的是海底世界 或者是走在沙灘上 我們可以用小石頭或者是細砂 那放在瓶子 這可以吃什麼布丁啊優格 留下來的瓶子 那裡面可以放雲啊 就變成海底世界 那我們如果放一些小小的公仔啊 就好像走在沙灘上 非常可愛喔 那我們就開始囉 果凍蠟的部分 我們要用手把它捏得非常小塊 這樣子的話 就是它比較容易融結 我們就給它放進微波爐家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小石頭 我們把它倒進這個玻璃杯裡面 然後自己倒 來 倒進去囉 倒出來的 我們再把它捏回去 我們把小石頭 倒在這個玻璃杯裡面 這個倒比較多 這個倒比較少 因為還想要放這個細砂進去 我們可以把細砂倒進來 它就會呈現出這個細砂的顏色 很漂亮喔 哇 好美喔 真的沒有 沒關係 我們用這一個 很漂亮喔 我們把這個小公仔放進去 接上來我們就把果凍蠟 加熱過後的果凍蠟 倒進來囉 這就是微波爐加熱之後 它已經變得像水水的樣子 可是很燙喔 所以這個地方啊 一定要大人來做 小朋友只要在旁邊看就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 要小心的倒 唉唷 有點滴出來了 那我們就放在旁邊 它等一下乾的時候 我們再給大家看 完成了 你看 放進果凍蠟之後啊 好可愛喔 在這個玻璃罐裡面 這個是 這是誰啊 這是佛洛洛 你看我都不知道 佛洛洛 還有小 武雞 還有它的Kitty 這個是 龍貓裡面的那個小女生 有沒有 好漂亮的一個裝飾品喔 你可以放在家裡的任何一個地方喔 它馬上在海邊 海灘散步一樣 好可愛喔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 希望你們會喜歡 掰掰